我和公公的一天 翻译朗读瑜伽音 粤语有情客串苏志诚 今天妈妈把我送到了公公家 我好想让你陪着我 我说 我跟公公说什么啊 我又不会说中文 没事的没 妈妈说 你还是会很开心的 那可不一定 公公在电视上看去棍球 好无聊 估计公公也这么觉得 因为他睡着了 我把电视频道换成了卡通片 公公醒了 笑了 然后他关掉了电视 嘿 我还想继续看呢 狗狗站了起来 他戴上了帽子 穿上了蓬松的背心 该去散步了 公公公的邻居 公公的邻居跟我们招手 雷红 公公说 他的邻居用中文说了些什么 公公笑着指了指我 啊 什么这么搞笑 在街上有小贩在卖珠宝和玩具 还有一个人在拉二胡 在一个礼品店里 收音员跟我们招手 雷红 他说 他跟公公用中文聊天 我看了看玻璃柜里 然后笑了 但我没让你拍我呀 接着 公公带我去了一家早茶店 也许他终于知道我想要什么了吧 雷红 公公说 厨师们一边包着饺子 一边点了点头 一辆辆食物退车从我身边经过 美味的猪肉包子 炸萝卜糕 芒果布丁 我好饿呀 我们能吃了吗 我再次问公公 但他只点了茶 接下来我们去的是超市 公公买了一些菜 有鱼 豆腐 还有蔬菜 当收音员递给公公购物袋的时候 公公说 多谢 我帮公公拿买的菜 好重啊 我希望我们赶紧吃饭 唐人街总是很繁忙 各种汽车 街车和自行车飞掠而过 公公拉着我的手过马路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我拽着公公的手 但他走得很慢 所以我也不得不慢下来 我希望他能快一点 公公的朋友们在公园里打牌 喂鸽子 我还以为我们回家吃饭呢 公公给了我一些牌 他的朋友们笑眯眯的看着我 大 他的一个朋友说 他们都在笑 但我没干什么好笑的事呀 我听不懂公公的朋友们说的话 也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 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了 我扔掉了 我扔掉了我的纸牌 鸽子一个劲的在我脚边 啄面包屑 走开 我大喊道 我跺着脚冲向他们 他们都飞走了 哟 一只鸽子把屎拉在了我的外套上 哎呀 公公和他的朋友们看到我脚了鸽子 鸽子的外套都笑了 我捂住我的脸 哭了 公公止住了笑 他走过来 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巾 帮我擦掉衣服上的屎 然后 他再从另外一个口袋里 拿出两个小袋子 递了给我 礼品店里的那只猴子 公公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呢 我打开另一个小袋子 找茶店里的猪肉包子 公公怎么知道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呀 谢谢 我说 公公笑了 我们坐在喷泉旁边吃猪肉包子 有些鸽子想吃我们掉下来的碎渣子 公公站起来挥舞着双臂 帮我赶走了他们 天快黑了 有点冷了 公公帮我拉上外套的拉链 我们走吧 我说 公公看着我 我指了指接道 哼 我说 公公点了点头 说 哼 每一个人都还是那么急匆匆的 我和公公手拉手 慢慢地走着 雷猴 没 收音员说 啊 他在跟我说话 雷猴 我回答道 多谢 我说 更多好吃的包子 我摆弄我的玩具猴子 跳了一个滑稽的舞 收音员也让橱窗里的其他玩具 跳起舞来 公公公给了我一个硬币 指了指路边一个拉二胡的人 我把硬币放到那个人的琴盒里 多谢 他说 妈妈到公公的家来接我了 你玩得开心吗 我给他看我的玩具猴子 哇 太可爱了 他笑着跟公公用中文说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但公公笑了 所以我也笑了 再见 公公说 我爱你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问妈妈 意思是我爱你 妈妈说 我给了公公一个情报 再见 公公 我说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